這是一顆電池 我們都說電池來講的話 習慣上這邊是帶鎮電跟帶負電 主要原因是因為 鎮電的這個頭會流出電流出來 對不對 電流會流出來 對 流出的是電流 電流我們指的是鎮電的方向 鎮電的方向 可是事實上就真實情況 鎮電會不會流動 是甚麼在流動 是電子在流動 所以電子是從這邊流出來的 是電子流出來 所以先有這個概念 那我們就電池的分類 這邊是正極 這邊是負極 那有時候說 特別講是陽極或是陰極 跟這個正負極有甚麼關係 有甚麼關係 課本上有沒有告訴你 你們看過課本了 有沒有課本上有沒有告訴你 什麼是正負極 什麼是陰極 什麼是陰極 陰極在側邊 其實不是 我後來就查了一下 他說陽極其實在行 陽化反應 陰極在行 這個在環圓 可是我們找不到它 環圓另外的說法是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的就是這樣環圓 對不對 在這邊得到電子的它就是環圓 對對對 這樣說法 所以陰極跟陽極在一個電子裡面 它有時候會轉換方向 會轉換 會轉換 好 譬如說我們來回到那個 記不記得我這邊 看那個心銅電子 心銅電子是不是這樣子 這邊是一個岩橋 岩橋是讓電子流動對不對 這邊橋是放芯片 裡面要放甚麼東西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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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膻大水鱗會解離 成 流 Listen跟… 另一點 對不對 這會放怎麼鋁片 這邊放的是 銅 對吧 裡面要放什麼液體 流… 流�ße… 流川… 是 銅的細 portion 加上 SO… 4 2 5 Library 砸sell 好 這個時候呢 電一間 不是電一間 電線一接,我們發現電流,有了,有電流 電流怎麼流 電流進去的,我們說銅是正極 對,我們剛說量正電的時候,正電一接 就是電表的紅色線一接到銅 黑色線一接到新的時候,發現有正電流,有正電壓 所以這邊是帶正電,這邊是帶負電,對不對 就電池來看的話 電池的那個負電,負極的部分會流出電子,對不對 所以負極這邊會流出電子,電子會流出來 鋳流出電子,那鋳會變什麼 鋳不會變銅,鋳不會變銅啊,鋳不會變銅,鋳會解壓 他失去電子,他們就解壓,所以他會變鋳離子,對不對 是不是,鋳把電子丟出去,他本身就變成鋳離子 所以我們說鋳這一級會慢慢的融化,會融解 然後呢,銅得到電子會怎麼樣 銅得到電子,水裡面這個銅會跑上來 會吸上來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這個棒子就帶負電了嗎 所以那個銅離子是帶正電的 銅離子就會黏上來 銅離子就會黏上來,就會變成一層銅 所以這是在做一個 雖然這是叫電化學,它有電子流動 但是事實上它裡面在做電化學,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銅,銅離子得到電子,還原回來 所以銅,這邊的銅離子,是不是在做,還原反應 這個銅離子在做,還原反應 所以這邊的銅離子,硫酸銅就是我們的陰節 可是這根銅,銅棒呢 銅棒沒有反應,銅棒是得到電子的 那我們來看,這邊銅棒,銅棒怎麼樣 銅棒是不是在做氧化反應 因為他把銅丟出去,對不對 所以銅這邊是在行氧化反應 所以銅是陽極 這是一個說法 銅棒知道這個說法就好 銅棒反應的叫陽極 銅棒反應的叫陰極 那我們如果說就一般的電池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正負極的定義 電流的方向是正極 電池流動的方向是從負極出來的 OK 上講會不會更複雜 更複雜一點 但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講 突然會講到一個陽極反應 這是陰極反應 那所以陽極反應叫做是一個氧化反應 陰極反應是還原反應 那我們來講 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不是講那個氫蓄電池 氫蓄電池是這樣 這邊放的是什麼 假設是氫 這邊放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劉安 課本當然有寫 是什麼 蛤 這是 這是千磅 這邊是什麼 一棒 你們有關看一下課本 有關給他作業 作業寫了沒有 課本看了沒有 劉磚 不是劉磚 劉磚是議題 氧化籤 這邊是氧化籤 氧化籤是什麼 PBO2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這裡的議題是什麼 議題是什麼 劉磚 劉磚 放劉磚進去對不對 H2SO4 對不對 可是H2會解決成氫離子 加上SO4 是二負 是劉磚根 那你們 可能想說 我是不是要背劉磚根 那也不這麼刻意去背 但是你想我們從這個學期上課到目前為止 講劉磚根這個事情 你講了至少應該有一二十次 二三十次 劉磚根 劉磚根 講那麼久應該都記起來 劉磚根在什麼 什麼是劉磚根 SO4 2負 就劉磚根 就劉磚根 這是氫離子對不對 那如果寫這樣子 劉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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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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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是鋁對不對 帶了一個 鎮墊 他失去墊子 所以這叫做什麼 解離 對 剛剛解離的就是叫鋁離子 鋁的離子對不對 好 所以你們有感覺 這東西 我們在寫什麼東西 如果對南堂是新的 這個 要嘛就是問一下 要嘛就是 去想一下 羊磚是反應 幾次 氧化 行氧化 行氧化反應的是氧磚 對 氧化 氧磚 氧磚 不用刻意把背起來 不用刻意把背起來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道這件事情 那如果下次你要查 有遇到這個事情 譬如有一天你工作上 或是生活上 你需要知道 他講氧磚 但你忘記氧磚什麼東西 你因為你現在上過課 你腦袋應該有過一個經驗說 修醫生你講過什麼 好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到底是 在什麼地方講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查一下書 我查一下網路 好不好 所以 我沒有要你刻意被認的東西 就是你 基本上就是盡量去 現在所聽到的東西就知道 就知道 所以要專心是 你必須專心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專心這些東西是過往裡面 就是連聽過都沒有聽過 的感覺 假如你現在沒聽的話 聽就是沒聽過 S-O-O S-O-O S-O-O是硫酸根 這是 這是 氫離子 硫酸進到水磚 它一切離成這樣 硫酸一開始是這樣 S-O-O-O 那進到水磚去的話 它就變成氫離子 加上硫酸根 好 氫離子 雅六根 凡是解離出氫離子的 就叫酸 對不對 這個會解離出氫離子 它就是酸 比較多酸 OK 好 那我們把它接起來 因為發現有電子 好 想一下 誰放出電子 我誰得到電子 好 下看 氧會不會再放出電子 不會 氧不會放出電子 這邊的氫會不會再放出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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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喔這不是講錯了 這個元素可以要反應 是不是有點像是 它把電子進入氧 所以它本身就是已經失去電子了 所以它不太可能會再行氧化反應 它會不會再行氧化反應 不會 它只能行什麼反應 在這邊 A只能行什麼反應 它只能行反應反應 對不對 它只能行反應反應 反應嘛 好 它從這邊失去電子到這邊變成A 它要怎麼樣 它在失去電子才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 對不對 它從AO變成A 它是要得到電子還是失去電子 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 陳奕你覺得忙忙來的 還是怎麼樣 你這樣會有困擾嗎 如果你覺得有困擾要講 我們再解釋一下 陳奕有聽懂嗎 這裡呢 沒聽懂 你說 這個 對 這個 它把電子借給養 對 它已經算是有點像是失去電子 所以它還原成金屬 還原成A元素 它必須怎麼辦 它必須怎麼辦 對 它不是必須得到電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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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得到電子 可能發現 它本來的電子借給鐵 對 所以它就是 掃了電子 掃了電子 它有沒有辦法回到原來的 原來的 原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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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掃了電子 因為掃了電子 這樣子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繼續掃 沒有辦法 對 它就沒辦法繼續再掃電子了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 要繼續反應的話 它只有一種反應 是掃了電子的反應 得到電子的反應 只有兩種反應 它可不可以再繼續掃電子 所以它如果要把它反應的話 它只能怎麼樣 得到電子 得到電子 所以換個角度 它有得到電子的趨勢 所以就PBO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的鉛 是比較想得到電子的 這邊的鉛 有沒有可能買一層PBO2 或者是它失去電子 有沒有可能比較想失去電子 這邊鉛是比較想失去電子的 這邊的氧化鉛 比較想得到電子 所以電子是這樣流動的 對不對 所以誰在陣電 我們如果說熱心的電子 電子是這樣流動的話 電流是怎麼會流的 是往這邊流還是往這邊流 是往這邊流 是往這邊流 電流是往這邊流 所以這邊是我們講正極 這邊是負極 對不對 電流是這樣流過來的 好那電子這樣流過來 所以電子它流過去 PB 失去電子會變什麼 OK PB 好讓你們看一下 這邊負極的反應 是PB變成PB 加上四個電子 是不是 好的那我們看一下 電子流過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 PB O 2 得到四個電子 是不是 FB 要電子 要電子 要電子它就變反原 TB就反原 四個電子進行分到兩個氧身上去 加上兩個氧離子 每次的反應大家看一下 左邊右邊是平衡 左邊有一個鉛 左邊不帶電 這邊是不是四個正電加四個負電 也不帶電 左邊有一個鉛 左邊有兩個氧 左邊有四個負電 這邊是有四個負電 也平衡 是不是也平衡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 水裡面有什麼 水裡面有氫粒子加上 氧酸跟粒子 對不對 對 好 那這些東西會跟著反應 水裡面有什麼 水裡面到底有什麼 水裡面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如果把氧放上來 兩個 會變成什麼 可是這邊兩個氧沒辦法反應 所以我們就要兩倍 我們等一下平衡 你看 加水 加氧會變成什麼 加氧會變成 這會變成水 變成H2O 好繼續加六川根 好 看一下 這邊是要變成H2O 所以一個氧兩個氫 對不對 一個氧兩個氫 OK的 可是 我們現在想把這三個氧子加在一起 蛤 為什麼 因為這全部的反應 全部的反應 全部加在一起 現在有沒有看 現在只要看左邊有什麼 可是你上面那個 不是 你是把上面那個 這樣 帶到這樣 所以我現在準備把這邊請2 把這個氏子 3 2 因為這邊就有加個氧 所以這邊就有個氧 不行 所以成2 那這樣的話 第三個加在一起 三個加在一起 的意思 這是全部的反應師 全部的反應師 全部的反應師 反應師加起來比較好 因為 我們真的反應是 同時間進行的 而不是個別進行的 對啊 可是你不是已經把上面的氧 帶到下面的氧 那照理來說 彈性都應該沒有 我沒有帶下來 我只是說 它這個氧出現之後 然後繼續做什麼反應 對啊 但是如果它把三個 全部反應 同時反應的話 你加在那 你是等了完全看的 你現在加在那 那個是0個反應師 跟那個氧 呃 理論上 這是同時間進行的 只是我們把它分斷來看的 這個方法在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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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那個氧 對 這個氧是上面的那個氧 這個氧 沒有錯 把氧移過來 所以它等於約掉沒有錯 它會約掉 因為我從左邊移到右邊來 我從右邊 這個氧還不會用 所以這兩次是適量的 五件 對 那如果這樣的話 怎麼同時進行 它適量就是同時進行 它適量就是同時進行 比如說這樣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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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 再把這兩個詳詞變成八 就是分解再合成 對 我們在學習也是這樣的過程 那這也是一樣 我們是把它拆開成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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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它合成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要成二 所以這邊是四 這邊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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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加起來之後會變什麼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這邊的 這邊兩個腰約掉了 對不對 這邊鉗也約掉了 這邊鐵也約掉了 這邊鐵也約掉了 那這東西事實上是兩個瘤酸 是不是 這是兩個瘤酸的解謎 是不是 那這邊是什麼 這邊有瘤酸跟 這邊有鉗 這邊 這邊是什麼 這是不是就是PVSO4 PVSO4 OK 所以整個反應道的證物 在底下就變成PV加PVO2 對不對 sorta這邊 這邊 這邊 先 Community 這個 這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比例 OK好 水 反应成水 油酸根在这边 油酸根跟轻微在一起 先是 喔 这边是左的 PO2 这边有点点地方的问题是 我们这边的签 PO2的签 应该在四个正面 可是这边的签 事实上它在水溶液里面 签是带两个正面才可以 为什么签会带两个正面或四个正面 事实上先就是因为它比较大电子 比较大电子的话它就有不同形态 因为像铁 铁如果解离的话 铁可以变成铁的两架 或铁的四架 就是它可以失去两个铁 它可以失去四个铁 也可以不定 它会就有两个模式 先在这边有两个模式 所以先在这边有两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四个正面 四个电子 所以这边要乘以2 这边要乘以2 所以这边变4 这边可以相加 加在一起之后 我们签跟这边有余大事 所以这边还是剩下一个签 所以这边要再加一个签 这边还加了一个签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H2SO4 这流酸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签已经不见了 签离子被用掉在这边 所以这是PVSO4 但是有两个 两个签 就是两个有三签 这边有水 两个水 OK 所以完全的反应是长这样子的 这边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是 签 放出离子的时候 它会进到签 带两个正面 但是签跟两个反应的时候 它会带四个 它会放出四个垫子 四个正面 四个正面 对 差不多在这里 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 这个只是那个 对 所以 克文它给一个柿子 这个柿子 实际上是从这三个柿子过来的 OK 好 就是电池的部分 那 其实这部分有点复杂 就是 你们知道这么一件事情 知道这么一件事情 它整个放电过程是长这样 所以电池的流动 我不知道电池有什么流动 所以 你一般来讲 看到所有的电池 都会是两个不同的物体 两个不同物体 像我们讲鑫铜电池 它是鑫跟铜 对不对 像这边的话 它是用鑫跟氧化鑫 那 有时候我们会思考 氧化鑫 又不是 氧化鑫又不是 不是 它理论上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非道理 那为什么它给它是电池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得到电池 它可以得到电池去做 还原反应 所以 一般来讲 只要两个两极 可以行氧化和氧化 还原反应的话 氧化和氧化和氧化 还原反应的话 它就会有电池流动 就会有电池流动 所以我上次看一个书 它是用什么 用蒙 跟 氧化蒙 来做 反应 它也就是整个电池 它也就是整个电池 OK 好 这是 电池的补充 准备 冷 好 擦掉 我擦掉了 现在还有 转跟 这有点 要不是 有 随便 是不是台湾上 我偶尔去 天片 比面有天啊,在山谷的 好,好球